一提到癌症,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绝症和死亡。 去2017,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统计数据,在中国,每年新诊断癌症病例429万例,总死亡281万例,相当于每分钟约8.2人去诊了癌症,约5.4人死于癌症。 但癌症可神奇自愈,又是市面上的另一股暗潮,层出不穷的养生专家在电视上,小报上,隔三差不多就来场一出,这样可以治好癌症的好戏,让人真假难辨。 其中,食疗抗癌,鼓励自愈等谣言,又是最主流的江湖传说,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,神奇的抗癌食物,真的存在吗? 如今,市面上经常有商家都受一些抗癌食谱,暗示某些食物可以对抗癌症,甚至鼓励已经得癌症的人去买。 实际上,根本不存在这么神奇的食物,要是真有的话,医生早就直接拿给患者吃了。 不可以否认,有证据显示,提高食谱中蔬菜、水果的摄入,远离油炸,靠这种不健康的烹饪方式,可以降低普通人的患癌风险。 但是,对已经患癌的人,却是防御堵劳,没有任何证据显示,存在某种食疗,或者健康食谱,能提高癌症患者的生存率。 癌症不治而愈的传说,是真是假,癌症神奇自愈,其实,还真有可能,但这事儿发生的概率,和天上掉鲜饼的几率差不多。 癌症的本质,就是在内因外因联合影响下,发生了疾病调控的质变,脱离了集体的控制,开始自发的过度增值。 这种自发性,就像一台失控的电脑,不停地在自我粘贴复制文件,无法自行停止,直到报废的那一天,有一些专家统计过,癌症自愈发生几率大概在,八十分之一,零零零,到一百分之一,零零零之间。 其发生概率不亚于天上掉鲜饼的概率,如果真的得了癌症,我们肯定不会像赌博一样,把宝兔压在如此低的概率上,癌症不等于绝症。 尽早发现,首先,癌症在类型上可分成胃癌、肺癌、直肠癌、子宫癌等等。 其次,癌症在时间上可分成早期、中期、晚期。 有些肿瘤从发现到扩散,发展比较慢,而且症状明显,几点科到发现,手术前除肝质的几率比较大,熟肠癌、乳腺癌、空腺癌等。 而有些肿瘤发展的比较快,症状也不明显,等到发现的时候,已经是中癌期了,所以治愈几率就比较小,如肝癌、食管癌、胰腺癌等。 因此,并不是得了癌症,就等于下了死亡判决书。 得了癌症能活多久,和癌症的类型和发现时间有直接关系。 所以,筛查很关键。 目前最常见的无种癌症的筛查方法,肺癌、筛查方式。 高危人群每年一次低剂量自贴筛查。 高危人群年龄55岁以上的吸烟人群,有家族使人群的胃癌。 筛查方式40岁以上人群每两年做一次未定筛查。 食道啊,筛查方式40岁以上的高风险人群,每年做一次内回境检查。 高危人群,喜欢去腌渍、油炸、烧口、高温等食物的人群。 肝癌、筛查方式,每半年进行一次肝脏必超检查及脚胎蛋白检查。 高危人群45岁以上的小三粮患者,可以每年检查一次。 一肝大三粮患者和年过45岁的小三粮患者,定期进行肝脏专先体检。 包括一肝两对半、肝脏、鼻超等。 节省植癌、筛查方式,分辨、饮血实验解割肠径检查。 高危人群,是好烟酒人群。 20到30岁年轻人每隔。 3到5年做一次肠径检查。 40到74岁中老年人。 建议一年做一次分辨饮血实验,有肠胃疾病和饮食不良者。 适当增加筛查经浴。 总而言之,癌症并不等于绝症。 神奇自愈只不过是一些黑心商家,为了赚钱而打造的骗术。 如果你提早被家人和自己准备了一份医疗保险, 那么就可以多一份安心,也多一份希望。 这小医生百万医疗特惠版,是由重安保险城堡, 水滴保保险,严选平台渠道首发的医疗保险产品。 水滴保,由腾讯里头,是公益筹款平台, 水滴筹集下保险,严选平台。 值得解决用户之前保障与命后救助的医疗资金问题。 价格低,首决全年龄段一律亿元, 次月起低至12元每月。 高保额,一般疾病最高报销300万, 恶性种盈最高报销600万, 最高可连续投保至80周岁, 100%报销,进口药,自费亚都能保, 还有住院颠付服务,可以颠付住院押金及医疗费。 现在还有特惠活动, 6月21日当天购买,额外赠送9000元住院金贴, 每天50元,最多送180天。 广告,提醒,在您购买保险前, 请仔细阅读理解保险条款的各项规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